靠一句話說 夏日不跑山要幹嘛 我們今天來攻頂 攻這個 峰園 最接近市區的山區 怪怪的 攻老坪啊 我其實常常在這裡出沒 那前陣子呢 因為某些事情 就很少騎機車過來了 這個假日啊 出來吹吹風 好久沒來啊 這邊現在限速限50 這彎路上常有追焦的活動 其實追焦就是攝影嘛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有些民眾去報警啊 說太吵啊什麼的啊 然後警察就出手管這件事情啊 這條路的限速 就越線越遠 本身我覺得追焦是蠻健康的啦 嗯 但是追焦引起的亂象啊 還是說有什麼 讓人家 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那大家就 看怎麼討論啦 好 彎道 過彎 騎機車就是享受這個離心力 離心力啊 離心力跟地面平衡的那個感覺啊 你開車的話就是身體一直在對抗那個離心力很累 這個就是機車迷人的地方 當然我說的公頂是騎腳踏車啦還是跑步啦 騎機車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好加油加油 我要放慢速度啦 不要嚇到人家 好 這裡是背山面的齁 沒有陽光 你看 你看 就是追焦之後還夾這些棒棒糖 哇 兩根被吃掉了 哇 這裡也被吃掉兩根 欸我這原來是整排的 後面再裝的啦 以前 很久以前是沒有裝那個棒棒糖的 前面這個彎應該也是還有 前面這個彎應該也是還有 有沒有看到 哇 裝了之後好像就追焦起來就沒有那麼 拍起來就沒那麼好看 哇 這邊也圍起來 不曉得會不會也變成這樣啦 滿遺憾的 沒有摩托車騎士上來 沒有摩托車騎士上來 今天感覺摩托車好少 還是 有怎麼樣 不知道 知道的朋友跟我講一下 好 騎上來 看個風景喝個茶啦 到了我目的地了 愛心 孟德 希望能夠 穩托車 就是 敲艇的 第二部 金采祇 夢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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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